这是美国之音在1月26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宁心 在12月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 中国数百名党内外人士共同发表并联署零八宪章 要求中国官方修宪和展开政治改革 在那之后国际社会对于零八宪章以及中国政府随后对宪章发起人的打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零八宪章和以前的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纲领有何不同 中国政府打压异议人士的现状又怎样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嘉宾是著名民运人士 人权团体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利先生 另外我们还将为您播放一段美国之音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的采访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提出问题或者就零八宪章和中国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发表您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 在这也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您现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的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那么在和杨建立博士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之音对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也就是Perry Link的采访 林培瑞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他在零八宪章出台之后把这一宪章移成英语发表在纽约书评的半月刊上 使外界了解到零八宪章的具体内容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对林培瑞教授的采访 我们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六十年里 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实际上曾经发生过两次群众性的民主运动 那么一次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北京的民主墙 再就是八九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 但是这两次事件虽然发生了 但是都没有人提出像零八宪章这样的一个具有刚领性的这样的文件 那为什么是会在零八年有人提出来这个宪章 而不是在零六年零七年或者是零九年 这个问题当然跟世界人权宣言有关系 起草这个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觉得这个日子有意义 又是因为是六十周年 所以零八是因为这个在斩意时 那为什么不是零六零七零九 据我了解没有什么一定的原因 只是觉得这些原则很清楚的高尚的原则应该写出来 让所有中国公民有机会能够追求具体什么事提出来 据我了解没有经过太多的非常慎重的时间考虑 零八宪章在您看来 它有没有实际对于中国的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有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还是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有实质性的问题还是象征性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 我觉得这两者不是对立的 不一定得分开 它是个抽象的文件 它没有说采取什么样的一些行动 它也没有说明我们从现在的中国 怎么能够达到我们这个理想的中国 它只把理想写出来 抽象的写出来 但是说这个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写法 我也不能那么说 这些比较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写法 也有它的实质的作用 而且这个宪章我们得理解 它不是求上面 它不是求共产党的政治局 听我们改改 它的对象是所有其他中国的公民 这是公民对公民说话 那至于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达到这些理想 怎么样达到法 它没有写 它只是说能不能在这个大原则上 求同存异去达到一个公民跟公民之间的一个了解 另外林教授 我们还注意到就是最初在网上发表 这个零八宪章已经签了名的第一批有三百多人 这三百多人的名单我们注意了一下 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 是教授 律师 作家 记者 当然也包括一些基层的群众 但是非常的少 在这里头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像八九年的时候 这个民主运动主要的是青年学生 而这次签署这个零八宪章的人里面呢 大学生非常少 几乎没有在前边的三百多人 最初签名的几乎没有大学生 很少有工人农民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是这两个 这两个也不是运动 因为现在零八宪章不是个运动 这两件事情的性质的区别 七九年民主墙 八九年的民运 不但是学生很多工人上街 而且是中国所有的大城都有人上街 是非常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群众运动 对 这一次 不 那是上街 谁都可以上街 欢呼一下我也上街 我赞成这些理想 不需要很高级的一种 知识分子那种 能够 因为零八宪章我们得承认 不管你同意它都不同意它 它非常完整 非常严谨 非常写的 需要很大的脑筋 写出那么一个东西来 所以你要求一般的一个大学生 或者一个老百姓 或者一个工人 能够起草那么漂亮 那么全面的一个文件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 起先签名的那些 也都是起草 或者参加起草的人 那当然是高级知识分子 因为只有这一部分 社会上 只有这一部分人 有那种文笔 那种脑力 能够出这么一个文件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 只有这种人 会关心这些原则 那我当然不能同意 我也觉得起草 这也不那么看 他们的目标 是希望尽量能够跟 各种中国的公民 老百姓 能够达成一片 比如有牛奶问题 有地震的孩子的问题 这些问题 跟零八县长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也能够有那么一个 理想的一个政治制度的话 那些社会的问题 会好办得多 所以我不觉得是 决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但是为什么起草呢 是一些知识分子 我觉得是 零八县长的这个 发起和签署人之一 刘晓波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 艺人士 作家 教授等等 但是刘晓波 他的知名度比较高 因为就是在 八九年的时候 他就积极地参与了 作为当时 他是大学的老师 参与了八九六四 这个民主运动 但是这些年来 他一直是住在中国 那么也经常 非常强烈地 批评中国政府 批评中国共产党 甚至